广州是集美景和美食与一体的城市 非常的适合游客们前来观光旅游 那广州旅游自由行到底该如何安排呢?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提供一份四天三晚的旅游攻略 刚好合适小长假出行 让您畅游广州 第一天到了广州之后 首先去珠江夜游 毕竟和上海滩外滩黄埔江一样 既然来了广州 这边肯定是要过来看一下的 夜晚的珠江两岸在彩灯的映照下 景色非常的迷人漂亮 珠江夜游的票价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都有 当然如果想省钱 也可以在白天选择两元的渡轮 同样也可以欣赏两岸的风光 咱们在选择游轮的时候 建议您选甲板三层以上的 因为这样的视野会更开阔 更适合欣赏两岸的风光 下船的码头最好选择在广州塔拉里 这样您下船以后可以直接去广州塔游览一番 不过广州塔的票价不便宜 最低的票价要一百多元 如果您不想登塔 只是想选个好的角度去拍摄广州塔 那么推荐去海星沙 那边观赏拍摄广州塔的位置都是最好的 第二天小编建议一大早就起来 去黄埔军校游览观光 不过黄埔军校比较偏 您要是倒地铁公交的话 需要倒好几次 因此如果不是一个人去旅游 在有几个人的情况下直接打车去 是性价比最高的 游览王黄埔军校可以直接坐地铁去陈家祠 那边有地铁直达 陈家祠的门票是10元 陈家祠里面的建筑非常的漂亮 非常有特色 而且所有广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在里面可以看到 下午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永庆坊那边 看一看李小龙的主居 小编推荐永庆坊 不光这里有着李小龙的主居 这边还是吃喝玩乐一条龙 什么都有 非常的方便 第三天咱们可以去广州 最有名的长龙系列的景点 长龙有野生动物世界 欢乐世界 国际大马戏 水上世界 飞鸟热园等诸多景区 小编建议您晚上的长龙国际大马戏 还是很值得看一下的 然后白天就在其他几个里面 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一个去游玩 这样可以开开心心地玩一天 第四天 咱们就去广州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公园 月秀公园 月秀公园这里非常的大 而且是免门票的 这里也可以慢慢地逛一天 广州城的标志 舞阳石像就在这里 另外明代的古城墙 广州的博物馆 镇海楼 月秀山体育场等 值得一去看的地方也在这里 小编建议大家从月秀公园地铁站的A出站口出来 然后从南门进去 这样进去以后直接就是古城墙和舞阳石像的位置 以上就是广州单纯游玩的攻略 但是您到了广州 广州这边的美食也是不可错过的 小编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广东的一些著名的 有地方特色的菜品 例如白切鸡 脆皮卤割 烤卤猪 广州文昌鸡 老火亮汤等等 另外广州的早茶也非常的有名 它的种类繁多 可谓是包罗万象 无论您来自哪里 口味如何 在这里吃早茶都能找到您喜欢的食物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这话希望大家能点个赞 加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